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分享谁就海陪 大你也哼 爱你也哼 爱你也哼 想你也哼 想你也哼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哎呀快啊 放这上放这上就行了 哎呀哎呀 哎呀 瞧瞧还当大你得干活 没动没动 这我来 哎好好好 哎呀瞧瞧 把衣服都弄脏了 谁是 哎呀受累了 来来来来 奶奶给 咬这儿去 加多宝 谢谢奶奶 多好这孩子 哎呀多长时间没看着你了 你妈的病好点没 我妈走了 啊 啥叔叔那事啊 不就是我放出来 那头两天的事吗 他们都说 是我给气死的 哎呀孩子 你别上火了啊 这回咱出来了 就好好做人 哪跌倒哪爬起 知道不 咱们一定对得起你妈 对得起你家人 行吧 我跟你说奶奶 我这次属于表现好提前出来的 哎 脚下的泡网 那是自个磨的 未来的路啊 我知道怎么走 好 有你这句话 奶奶就放心了 你记住 以后这个家 就是你的家 啥时候想来 就啥时候来 奶奶 你就是我的亲奶奶 快快快 走了 送快递去吧啊 哎呀 多好个孩子呀 哎呀可怜呐 不过呀 浪子回头金不换 放奶奶 哎 放奶奶 哎呀 看啊 随便做 奶奶那时候做饭你 我得忙活着 能见我个白的吗 啊 这孩子 那不敢说白的吗 哪个好 哪哪个 太好了 能见我个葱吗 啊葱吗 给 太好了 能见我头算吗 你还要喊 花椒 大料 精盐 味素 再有半斤五花肉 那就更好了 你把这东西给我放下 不借不借呗 鸡啥呀 哎呀 哈哈 孩子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你看 奶奶刚炖了一锅 五花肉白菜 谢谢啊奶奶 我得拿回吃吧 太好了 你爷呢 各家养殼躺着呢 病了 没病 饿得 等着天上掉馅饼 那 孩子 那我也在那一块吃吧 谢饭奶奶 谢饭奶奶 你这叫嚼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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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那妈瘦了手指头细了 你妈也不找找 把这位找着 赶紧缠个勺啊 别这又丢了 掉哪儿了 这做饭来的是不是啊 啊 妈 哎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下午吃饭 等会儿等会儿 先别急着吃饭 啊 你知道刚才我下班的时候 在小区看见谁了吗 谁 小六子 哎呀 哈哈哈哈 我也看见他了 是吧 还帮咱家干活了呢 哈哈哈 干啥了 这不白菜帮我抱进来的 哈哈哈 进咱们家没有 这不是抱进来 他能不进来吗 哈哈哈 哎呀妈呀 啊 检查一下 看家里丢什么东西没有 丢 丢了 咱妈那戒指丢了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行行行行 别往人身上赖啊 人小六子那孩子 现在可好了 妈呀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他是因为啥进去的 你忘了 那我知道 你怎么敢让他进咱们家呢 你说你啊 不是他吧 跟我说了 啊 人家在那里头是表现特别好 提前放出来的呀 表现好戒指咋没了呢 啊 刚才不就是他到咱家来了吗 不是 王小倩还来了呢 王小倩也来了 啊 好你个王小倩 不对 据我对王小倩的了解 我只要问他一个问题 就能证明这戒指不是他拿的 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因为王小倩 根本就不知道金戒指这玩意还值钱 他又不傻 不是 他不傻啊 不傻啊 你咋不嫁给他呢 放奶奶 放奶奶 哎 他丢俩馒头 馒头啊 我看你长得像馒头 我问了 我问了 你过来往下 干嘛呀 二姑父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 嗯 你认真地考虑好了再回答啊 嗯 假如 马路上 有一张十块钱 还有一个金戒指 你剪哪个 我剪十块钱 不是 不是他 你咋不剪的金戒指呢 剪那儿碰上干啥呀 别人再以为是我偷的 再削我一顿 多冤啊 你看 妈 你看 真不是他偷的 二姑父 二姑父 咋个事啊 你我没看错 没谁子 好孩子 小六子放出来了 知道不 我知道啊 送快递呢 哎呦妈呀 还敢让他送快递 送快递那是什么活啊 谁家有人 谁家没人 他全清楚 小区都危险了 哎 你看 放出来第一天 把我妈这金戒指给偷了 什么人 哎呦 我幸亏没剪那金戒指 要不是不是占宝了 太聪明了 看见没 妈 你这样 你给我表演一下 刚才他是怎么搬的白菜 怎么搬的 刚才吧 我手里拿一颗 这些都是他一盹抱起来的 他抱的 然后他把这堆放下以后呢 放下了 就把我这接过去了 哦 把这个接过来 等会儿 看见没有 哎呀 这手法 就这么一接 哎 金戒指给撸下来了 啊 就是他 不能吧 咋不能呢 还不能呢 饭奶奶 咋进去呢 你不知道啊 破案了 就他了 来 我打电话 对 打电话 打电话 你别管吗 喂 嗯 小六子 你在什么方位呢 对 问他在哪呢 没出小区呢 太好了 来 太好了 来饭奶奶家一趟吧 我有个快递 送啥呀 送馒头 从老饭去送到老王家 你快点来吧 要不我一个抽抽了 啊 马上你倒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他来了 你们谁不许直升 听我一个人的 直不直升也是他 先跟他 我奶奶 是他呢 我奶奶 哎呦 这还是糯糊 小倩 小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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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我干 小米粒 哎呀 六子 回来了 奶奶 那个奶奶其实也没啥事 那个奶奶给你出道题呗 听好了啊 假如马路上有十块钱 还有一个金戒指 你捡哪个 考我 我捡金戒指 你捡金戒指 你就拿那十块钱 奶奶 我跟你开玩笑的 其实应该两个一起捡 不谈不谈你不谈 你们把我打电话叫我来 就是给我玩脑筋旗转弯啊 你们也不想想我是干嘛的 我送拐地的呀 我送拐地我天天干嘛 我天天我没事 我骑个车我就光转弯了 你们还跟我玩这个弯了 你还跟我玩这个弯了 孙子 孙子奶奶求你了 你千万别碰那戒指 别碰 我还是分路自个找出去 找啥奶奶我帮你找 你别帮我找了 我越找越乱 你嘚嘚嘚 你嘚嘚嘚 你那馒头呢 你让我给送馒头 看馒头呢 什么馒头啊 二姑父 这馒头个里大呀 我看见了 交给我 好 二姑父 二姑父 六子 你好你好 六子 你看你这出来了 也不跟姑父说一声呢 不是 没几天 姑父怎么也得请你吃顿饭呢 你没听说啊 吃顿小烧烤 外加一罐加多饱 不是 啥时候我几几天 就变成多备小烧烤 配加多饱 哎呀 下来了啊 哎呀 二姑父 姑姑 你这真想我呀 都把我这手指都拽秃鲁皮了 没几天来 六子哥 你看 你可别这么叫 小姑咱差着倍儿呢 那杨过跟小龙女 不也差着倍儿呢吗 那 那 那 您说什么事儿吧 姑姑 六子哥 你手上戴的那个是啥呀 戒指啊 呀 你结婚啦 你结婚怎么都不告诉姑姑一声啊 没有 这个 这个 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呀 那你能不能借给姑姑看看 可以啊 就摘不下来太紧 缠绳了 啊 缠上绳了 缠挺紧的 你给不给姑姑看 你不给姑姑看 姑姑生气了 给给给 抬脚 妈 妈 妈 快出来一下 啥事儿呀 妈 咋的呢 你快快快 你来好好看看 啊 这个戒指 你眼熟不 哎呦 妈呀 这不就是我的吗 哎呦 妈呀 这该哪找着的 在六子手上找着的 啊 哎呦 六子呀 奶奶可得谢谢你呀 这戒指啊 奶奶就先丢了呢 我到处找我 谢谢 谢谢啊 你说人家这孩子给找了 又没了呢 奶奶 这戒指是我的 哎 你手法挺纯熟啊你啊 真是我的 孩子啊 这个戒指 奶奶都戴了半辈子了 她怎么能是你的呢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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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我的 哎呀 孩子 这戒指是我的 那上那馅儿是你的 不是 这戒指和那馅儿 那都是我的 这是我妈给我的 这是我妈给我的 这恍上你仨的 头子关键烂啊 啊 六子 你跟我过来 去 坐下 坐下 六子 为了这么一个戒指 你怎么能拿你妈当胆架牌呢 啊 你说你妈吧 你养这么大 她容易吗 现在她走了 你可不能因为她 往你妈身上泼张水啊 哎呀 哎 奶奶 你是不是丢了个戒指啊 哎呦 哎呀 演的不错呀 你演的 截了眼 啊 截了眼 奶奶 你说这个戒指是你的 它就是你的 我送快递去了 哎呀 妈呀 她长得还挺理直气壮的 我就说她改不了 说还改得了 告诉你们两个 以后别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她刚刚说什么 她说别戴有色眼镜看她 她怎么知道咱俩要戴眼镜呢 是呢 行啦 你俩可别闹啦 发男的 俩没闹 看嘛 接着走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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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啦 你接两个馒头 你接这么长时间 那一锅菜都叫我吃了 你想厚死我 是不是 接啥馒头 我给这破案呢 哎呀 妈你这胸腋还破案 破案一片还要警察干嘛 你滚一遍去吧 你 咱们破案呢 从你 王叔来了 咋的呀 撑着啦 跑这来呀 都在家啊 哎呀 老米啊 啊 现在你这个做饭的技术是越来越高了 我也说 真的吗 啊 你说这个肉是越来越少了 佐料就是越来越多了 哈哈 这话说的 佐料多啊 它不香吗 好吃啊 是 佐料多是香 但是你不能软的硬的一块往里搁吧 如果吃着吃 就听嘎嘣什么呀 哈哈哈哈 把牙搁掉一个 我拿出来一开 是个进阶子 啊 啊 金阶子 啊 你的 是我 我认的 哎呦我 你什么你 你你你你 当年人家老饭 托我找百货公司的叔人给买的 对不对 就这个 是是是 我跟你们说啊孩子们 那会儿那个阶子和现在可不一样 现在这个阶子你看画样那么多 啊 都不一样 那会儿那个阶子都是这一个摩托卡下来的 一面一样 谁买的都是 但是戴大戒上戴戒上都这一样 是你的吧 是是是是 拿去 哎哎 以后求婚啊就明目张胆的来 别忘猜了哥对不对 你 你 你 走 你咋家 我看牙去我干什么去 这个你牙都割掉了 你还干什么去 你什么 哎呀孩子 闹了半天 我这戒指是掉汤锅里了 你看看 我看看我看看 你看看 哎呦这俩还真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啊 就缠绳了 嗯 妈我不是说你的 啊 你要是也缠个绳不就掉不了锅里了吗 就是妈 不是我们说你 是 你说那戒指早点缠个绳 你能怨问那六子吗 范奶奶 不是我说你 嗯 你要长生别说掉了 撸都撸不下来 就怨你妈 你说这事 那六子你又是放出来了 你说你是 哎呀行了行了 你说你们几个孩子 不是我说你们 刚才你们把六子给怨我啥样啊 你们妈 就怨你 哎呀 啥玩你啊 妈妈妈 你放心吧 你这事交给我啊 行啊 行行行 快点往下 给六子打电话让你来一趟 啊 二姑娘放心吧 交给我 哎呀 太像了 喂 小六子 你来一趟啊 来了 二姑父 他让我滚奴的 你干啥呢 我给他打 喂 哎六子吗 我是你二姑父 对你到我们家来一趟 我有个快递麻烦你一下 啊 哎 他不来 哎呀 六子 我是奶奶 哎 你快过来一趟吧 奶奶真有事求你啊 哎哎哎 哎 哎呀 哎呀 他一会过来 您可好好跟人解释啊 你放心吧 哎呀 你放心 他冤枉坏了 他冤枉坏了 这个没事 不要紧啊 哎呀我来了 六子 那个我们家有个快递 麻烦您给送一下 寄什么呀 就这个戒指 寄给谁啊 寄给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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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我回来了 老公 我在这儿 今天就剩咱们两个人 来吧 媳妇 你听 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 最主要的是 我们俩可以完全放松 对 我们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 我们想怎么穿 就怎么穿 再也不用管别人怎么干 让我们享受这二人 世界 媳妇啊 浪漫的时刻来到了 哎呀太浪漫了 小土豆 二驴子 二驴子踢骨头 不踢我难受 来吧宝贝 老妹妹我来了 哎呀我的妈呀 这俩孩子 大白天点什么蜡烛啊 哎 妈你咋来了呢 我一心思啊 你们刚搬家 肯定啥东西都没买齐 你看我都给你们带来了 妈妈妈妈 哎呀呀呀呀呀 这冰箱里啥都有 对呀 二姑娘啊 妈可告诉你 冰箱里的东西 要是隔天数多了不能吃 知道吧 尤其你怀着宝宝 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 我的妈妈 先买先做 行 妈我知道了 那你走吧再见 走啥走 刚来我再瞅瞅你还缺啥 不是不是不是 妈妈妈妈 不缺了 就算是缺 回头这这么方便 这先买都来得及 过日子哪能先上就先扎耳头眼啊 过去啊 你和妈妈爸爸大姐大姐夫在一块过 对 油瓶倒了不用你们扶 对 现在不一样了 你们搬出来担过 两个小宝贝啊 这是对你们的考验 对对对 行妈 咱考验可以改天再考 不费的今儿考是吧 好 行 那我们先回去吧 那我回了啊 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吗 我一定锁好 我知道知道 记住了 哎 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好嘞 开始了 小土豆 二驢子 二驢子 二驢子踢土豆 不踢我难受 来吧宝贝 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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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来呀 哎哎哎哎 哎哎哎 你干啥来了 啊 啥来了你啊 不是 二姑父 你俩搬家这么大事 我不得表示表示吗 这啥呀 这啥玩意儿 包米花 我爷为了庆祝你俩 乔仙之喜 把二十年前的炉子 都翻出来了 特意给你俩蹦的 日日日当 鞋都崩飞了 不是 不是 你听说过谁 乔仙之喜有送 爆米花的吗 我送啊 没听过那句话吗 爆米花 爆米花 越过越方 行行行行 行了 礼物收下来快走吧 走吧走吧走吧 哎 玩鼓啥意思 我刚来今天我走啊 再说了我又没空手 来 什么样 挺浪漫哪 不够晚餐呢 坐吧坐吧 你觉得你坐那合适吗 不太合适 二姑父 坐 嘿嘿嘿 谁把蜡烛给吹灭了 这么气啊 你 这回齐活了 叶叶 开起来 你俩闲也是闲的 踢一个来 踢一个 踢一个 踢一个呀 踢一个 踢一个 踢 行 这音乐不太适合亲嘴是吧 你觉得你站着拧拧半天合适吗 挺尴尬的 那个 那我走了啊 我走之后你俩好好亲 二姑父 我是不得把门带上 滚桌吧 好嘞 媳妇 来亲一个 行了别亲了 没发现咱俩亲是个坎儿吗 你一撅嘴就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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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跨过去 从喝酒开始 还真是呢 喝酒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坏了 怎么了 刚买酒了 没买那瓶鞋子 那还喝啥 搁啥喝呀 妈 把瓶鞋子拿来 喊啥妈呀 咱是二人世界都搬出来了 妈不在这住 孩子们 瓶鞋来了 等会儿妈 不是 不是你这一烫一烫的 你咋进来的这是 对呀 我平时来 咱家人手一份 连妈老汤都有 哎呦我这妈 我说怎么这么乱呢今天 妈 你专门来送瓶鞋子来了 不是 我刚才不瞅一圈吗 你家缺的小冬食物 我都给你制本来了 你看 哎呦 妈你要是开医院店啊 你这是把杂货铺帮我们家来了 啥杂货铺啊 啊 过日子这些小冬食物不能少 啊 到前用这方便 行行行知道了 知道了 我放进来 不是你给我吧妈 我帮你打打尾声吧 哎呀不用收拾 妈妈不用不用 我还有大姐 你妈 大姐赶紧出来把瓶收拾 大姐 大姐不在 三姐在这呢 有啥事说 我说我这厚街怎么搜搜的凉风呢 我们家三疯子来了 哎 这天没黑那点啥辣 自己睡吧 啥事啊 你哪来了 我来啊 就是正式通知你 明天我也搬家了 你往哪儿搬呢 搬你屋啊 凭什么呀 我俩礼拜六礼拜天还得回家住呢 你都出家了你回家干啥 谁出家了 我哪出家呀 那你俩搬出来干嘛呀 是不是嫌家里人烦呢 哎呀呀呀小米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咱家多好啊 爸妈对我们两口可好了 对呀 大姐大姐不对我俩也好 那意思我不好呗 你嫌我烦 你直接说我搬出去不就完了吗 哎呀谁说你烦了 没人说你烦 那你为啥搬出来呀 你说我不算说 你说过了 你一辈子都不跟我分开 还说我需要你的时候 喊一嗓子你就出现了 现在也好使啊 你嗷嚷嚷一嗓子 我不也一敢见识冲过去啊 刚才回家喊了半年 嗓子都喊哑了 你都没出现 哎去去去 小米丽啊 我跟你姐呀 主要是想过过二人世界 你闭嘴吧小组道的 你愿意搬你自个儿搬呢 你干嘛把我二姐带走啊 以后化妆的时候涂谁的口红 配谁的香水啊 哎哎哎哎 我说我那口红香水怎么下去那么快呢 以后受委屈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哄我了 小米丽啊 一 没有人敢欺负你 二 我也没哄过你啊 二姐夫哄的 你说你也是啊驴子 你搬走就搬走吧 你干嘛把我二姐夫都带走了 那我看一眼 我说老姑娘啊 你咋这么不讲理啊 人家是两口子 人搬家不一盹去 还给人分居啊 行了行了嘛 那什么 小米丽 你听姐跟你说啊 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吧 行 周登蒂吧 你看那个 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出来住 你看租这房子这格局 跟人家一样一样的 那我就给你留的 你明天早上搬来不就完了吗 哎哎哎哎 干啥啊 说啥不乐意啊 不乐意 我凭啥搬过来啊 你让我搬我就搬呢 为啥我都跟着你啊 你是谁啊 人家不乐意 哎呀那行吧 反正我让到市里 不来拉倒 那我明天早上就烦了 真是老丫头 你去门住点意 你放心吧放心吧 脸上了一袋子 直到我喝不着啊 慢点慢点 干啥呀这是 干啥呀 干啥呀 你把这扁拿过来干啥呀 这是咱家的家风哥 你记住啊 钱树芳 以后你不管搬家到哪儿 必须把这个挂在屋里 哦我记着了 哎 当初顺丰和阿尔美丽 结婚的时候呀 那我可高兴了 你说今天吧 我把这孩子突然搬出来担过 我这心里头咋还空牢牢的呢 哎呀 行啊 孩子们高兴就行啊 妈 你说你整这两劲 整得我心里还挺不得劲的 是 我也没搬多远呢 那你跟我爸明天和小米儿 一早搬过来不就完了 哎哎哎哎哎 啥的 你有意见呢 我没意见 你有意见没意见当啥呀 什么晚上我跟你妈就搬过来呀 不来呀 我们俩没地方住了哦 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啊 就是 咱明天中午搬吧 对呀 我大爹得收一收东西吧 哎哎哎 你在这干啥呢 你该干啥干啥去 别在这跟着搅和 就是赶紧回家吧 快回家吧 回家回家 快回家 还有你 你早上来 我接你 你赶紧回家 你家晚上不吃饭呢 没说没说 我抓你来着 你干点 我们都是他 走走走走 师傅 是是 放心吧 都走了 没人了 浪漫 爸再见啊 哎呀 还是爸最贴心 懂我 来吧浪漫开始 抓紧时间都走了 哎呀快快快快快快 好嘞 快快快 下肚子 二驴子 二驴子 二驴子踢肚子 不踢我难受 来吧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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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今天这家搬的呀 这怎么乱七八糟的呢 说的就是啊 你说说这东西 把整个家都快搬来了 哎呀这明天早上 小美丽搬过来 中午爸妈搬过来 晚上大姐大姐夫知道了 肯定也得搬过来 哎那个家不就空了吗 对呀 我这得出个主意顺方 爸你咋又来了呢 不是我给你出主意来了 你说 你看明天咱们全家都搬过来了 那房子不就空了吗 可不得吗 咱把那房子租出去吧 还租啥租啊 爸说心里话吧 我们两口子也离不开你们 干脆搬回去吧 四叔差不多得了 咱歇会吧 我不累 我就不信开不开这把锁 你不累我累 我都占七个小时了 你是跟着开锁的 还是跟着开玩笑的 王小茜 你啥意思啊 你是质疑我的能力吗 我啥活干不了啊 我看你是啥也干不了 你把钱给我来 把钱给我来 哎哎哎哎哎 这么说话没意思了啊 小茜 你说我能是奔着你 这50块钱来的吗 那你是奔啥来的啊 我是冲着你这50块钱来的 那不一样呢 那不把锁给你打开就完了呗 你着什么急啊 我能不是着急吗 演唱会的门票 就锁在这个箱子里边啊 我求爷爷告奶奶 小米粒才同意陪我去的 你要是能打开呢就打开 别耽误我事 演唱会马上就开始了啊 你要是打不开的话 你把钱给我 我找个开锁的 给我钱来来 钱给我 行了 钱给你 我给你打开 临走前记四叔一句话啊 人长得越来越帅了 把脾气再改改 你就完美了 师傅 你刚才说啥 说你把脾气改一改 你就完美了 不是 往前倒一去啊 说你长得越来越帅了 我越来越帅了 我越来越帅了 那可不得呢 我看现在还越来越像个明星 谁啊 吴亦凡 四叔 50块钱给你 再给我想想办法 小倩 啊 这50块钱 我绝对不会让你白慌 啊 你也知道你四叔 常在江湖走 遍地是朋友 啥意思啊 就是说呀 这锁我打不开 我实在不行 给你找个人开 赶紧找人啊 我现在就打个话啊 好嘞 哎 老五啊 这儿有一个开箱子的火 30块钱 行 一啊 你赶紧过来 四叔 你一天能骗多钱 天儿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挣完钱 不得请你喝酒吗 你挣我钱 请我喝酒 啊 那行 哎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介绍这个人啊 老厉害了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那就没有他开不开的箱子 真的 那可可可可 那可太好 我是一个木匠 在我的世界里 我认为所有的事物 四哥 五哥 啥笨啊 哎呀 四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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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事啊特别着急 要不我都不能请你出山 四哥 别着急 我着急 兄弟 遇事别着急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 我都能用一套完美的数学公式 是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今天谁的事 他的事 他的事 你好 一点都不好 箱子锁上了 开锁呀 开锁 那更简单了 我用一套公式 假设这个锁是X 钥匙是Y 想要找到钥匙Y 那么用斯坦克维亚定律 Y就等于X乘以口塞眼的平方值 再乘以根号下的P 啥意思啊 就是说没有钥匙开不开 你给我除去 除去 老五你干啥呀 咱俩刚认识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什么箱子都能开吗 我是木匠 说我开不开 箱子我能给它锯开 出去 快出去 四哥 我看出来了 今天这我也待不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长得帅的人脾气斗大 回来 你刚才说啥 我说你脾气大 早点 不是这句 上一句 我说你人长得帅 早点 你也看出来了 刚才四叔刚夸我 说我长得像吴亦凡 你可不像吴亦凡 你哪长得像吴亦凡呢 说谁不像吴亦凡呢 明明长得像陆寒 进来 进来 坐这儿 兄弟 麻烦你了啊 给我开开的 想想办法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你得想一想呢 那个锁我是开不开的 不行我找个人吧 你找谁啊 六弟 六弟这个人很老厉害的 我听说啊 六弟就在开锁行业 那是这个 就别说你家的小锁了 绑那个老虎笼子那大锁 人家都开过 那可真厉害 住了三十来年院 你不陪我开玩笑呢 四哥你出去待会吧 行吗 两个两个 四哥 四哥我打电话啊 靠谱吧 这人啊 六弟啊 你搁哪呢 我这五个活开锁啊 对 十块钱活 你赶紧的 四哥 马上就到 五哥 六弟 最美不过夕阳锅 人心有所谓 他是你六弟啊 哦 我忘给你介绍了 我姓张 我叫张五哥 我姓宋 我叫宋六弟 你俩咋认识的呀 闲言少叙 办正事 给谁开锁呀 六弟 给他开锁 你躲开 我得问你两句啊 你是这家主人呐 啊 姓啥 我叫王小翘 问你姓啥 没问你叫啥 这个磨叽啊 大爷你快点呗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七 有缘呐 有缘 你看啊 你二十七 我七十二 这就等于说是 我和你有缘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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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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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鱼 大爷你别唱了 咱开箱子行吗 咋这么猴急呢 我不得问清楚了吗 不能谁让开都开 在这方面我受过伤 当年呐 就是没问清楚就开开开开 给我开一万去了 那咱先开锁行吗 不是 这个我们都可以作证 这个箱子绝对没有危险 我们给你作证 那行 咱们就 开锁 开锁开锁开锁 哪个锁 这个 这什么 我抽 我的猫 多好的箱子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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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箱子 看锁 对 怎么都问我箱子来呢 这把锁我曾经开过 历史悠久 它生产于1976年秋天 那是一个秋天 你也还在传言 大爷大爷大爷 没让你开唱 让你开箱子 你要开不开 你就回家吧 啥 你要开不开 你就回家吧 你说啥 没事了 没事就别说话 当我开锁 你不 到底啥是人都啊 不是你就把箱子给它打开 就完了呗 我跟你说呀 不是我不开 这锁年头太长 这是锁王 要想开锁王啊 必须做到兄弟同心齐力断金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啊 来来来站好了站好了 今天我们兄弟四人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哎呀 哎呀我妈呀 不是 太吓人了你啊 他都多大岁数呢 我们可跟你同不起啊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今天这箱子是打不开了 咋的呢 一试叫你们给破了 就差最后一个字啊 那咋办呢 咋办 打电话 哎呀 哎 这是的 这儿有个开锁的硬活 赶紧过来 一十两块钱快点啊 不行了 马上就到 所以 还在弄那行 马上 来来来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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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脆 干脆 赶紧消息一下 这个 我可以 为什么 他 为什么 我说 曹你们其他人 咋这么眼熟呢 小米烈 你这个时候来干啥呀 还整这个发型 配合他们演蛇惊呢啊 演啥蛇惊 演啥蛇惊啊 什么你哭着喊着 让我陪你看演唱会的 八级大风啊 我在门口等四个小时 都没看见你 你看看我这头发吹的 那啥 小米烈啊 你再回去吹一会去 他们七兄弟已经聚齐了 箱子肯定能打开 什么箱子 啥箱子 就这个箱子 这里边有演唱会的门票 你也知道 这票特别难买 我怕它丢了 就锁箱子里边了 我一想啊 万一钥匙丢了呢 我把钥匙也锁里边了 你说我肩不 肩 肩 肩个屁 对 到了想取票的时候 才知道没有钥匙 根本打不开箱子 那倒是找开一个公司啊 关键问题来了 我四叔说的啥都能干 开了七个小时没开开 结果开来了七兄弟 你们七兄弟 那七兄弟你到底开呀 不是 是我们的爱 这种不还好开呀 咱们的相伴 对 那是我们的爱 我当时我爱 开开了 小米烈 还是你厉害 走 看眼前会儿糟蹋 看啥眼前会儿都散场了 忘了削儿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到 是不是又有人夸你长衰了 夸你几句你就长不长腿了 不是 小美丽 这你先别生气 王小千不一直有这毛病们 再别急 四哥 你说你也是 你好好修你的马桶呗 你跑出来修什么锁呢 你干一行就得钻一行 没有那金刚钻 你就别拦那瓷器糊涂湿湿湿的 靠自己的本事挣点钱多好 还有你们几个 给大家装什么葫芦娃呀 我看你们整个就是个江南奇怪 长点心吧 小美丽啊 小美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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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你先挡一会儿 等我一会儿啊 哥这个今天不好意思了啊 让大家白跑一趟 这么你们先回去吧 过两天我请你们吃饭 我们先走了四哥 没帮上你忙 不好意思啊 走吧哥哥 拜拜啊 亲爱的事是对不起的啊 我给你添麻烦的 就五十块钱自如环子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我都已经习惯了 我觉得世间万物 都能用一个合理的方式 给她一个完美的解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啥也不是 嘿嘿嘿 快乐是个傲美 谁找到的谁不累 嘿嘿嘿 来来是个担当 谁奔向谁就还陪 嘿嘿嘿 大你烈焙 二你烈焙 二你烈焙 小你烈焙 小你烈焙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法律 一场快乐的法律 Family 别说明了 你烈焙 不贵 不贵 你烈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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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烈焙 你烈焙 有应该 你烈焙 好